今天要讲一个父母离奇死亡后三个聪明小孩跟坏蛋亲戚斗智斗勇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个富裕的家庭,家庭里面有三个小孩子 姐姐是个生于发明的小科学家,总喜欢稻谷兴起玩意 弟弟是个博学多才的小博士,看过的书籍都过目不忘 妹妹没啥特长,就是口牙特别薄 然而不幸的是,一场大火让这个家庭破碎了 三个孩子从此失去了父母 兵起这层诡异的大火,燃烧得毫无征兆 看着只剩下黑乎乎的房子残骸,孩子们脑子一片空白 这时一个叫波尔的人找到他们,说他们的父母留下了一笔巨要的财产 但因为孩子们年龄不够,所以暂时不能继承,得等到法定年龄 他们才能动用这笔钱 于是三姐弟被波尔带到远方亲戚奥拉夫伯爵的家,托奥拉夫抚养他们 可是奥拉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只不过是盯上了那笔遗产,才勉强收留他们 这个城堡不仅阴森简陋 就连他的主人奥拉夫也是个古怪之人 他每天派发给三个孩子大量的家务活 就连最小的孩子也不放过 三个小孩在这里受尽佣人般的对待 甚至还把妹妹丢在火车轨道上为造成意外死亡 好在关键时刻,姐姐用她的小发明改变了火车的轨迹 妹妹才相安无事 奥拉夫的轨迹不但没能得逞 这一幕还被赶来的波尔看到 他瞬间失去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于是波尔把他们送去了生物学家的叔叔家里 这个叔叔是个喜欢收藏和研究奇怪生物的人 他带孩子们去参观他的寝室 里面都是些可怕的生物 这里有双头眼镜蛇,三眼蝉雏和巨大毒蛇 都让孩子们感到恐慌 但好在叔叔是个十分有趣的人 和孩子们相处起来也十分的融洽 可惜没多久,叔叔就被奥拉夫杀害了 海北章城是被毒蛇给毒死的 迫不得已,波尔继续把孩子们送到了姑妈的家里 姑妈善良也很热情 只是他患着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看到上门推销的也会害怕到尖叫 这连房子也要建在悬崖上 没想到奥拉夫为了财产 竟然假扮成残疾人 博取了姑妈的同情心 骗取了善良姑妈的爱意 然后把他杀害,伪造成自杀 孩子们出海寻找姑妈 结果小船被水质群撞翻 奥拉夫出现救下了他们 只不过这只是奥拉夫在波尔面前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因此他再次得到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们恐惧,无助又很气愤 他们决定自力更生 跟邪恶的奥拉夫仗到底 这天,奥拉夫知道可以通过联姻的方式得到这笔财产 于是开始施展他的轨迹 他绑架了妹妹,逼迫姐姐和他结婚 不然就杀了最小的孩子 可没想到弟弟这时已经爬上了阁楼救下了妹妹 并且在阁楼发现了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正对着的就是他们被火烧掉的家 博虚的弟弟脑瓜一动就明白了 原来当初的那场大火 罪魁祸首就是奥拉夫 他利用放大镜聚焦光线的原理 放下了完美的纵火案 弟弟内心震惊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拯救姐姐 于是他将放大镜对准了奥拉夫手里的结婚协议 烧掉了他 最后真相大白 奥拉夫的轨迹不仅没有得逞 还被法官判了无期徒刑 并且还把他丢到海里 尝试了一下被水质围攻的痛苦 故事最后孩子们回到了之前的家 收到了父母死前寄给他们的信 线上写道 总有一天你们会长大 这个世界有时看上去非常邪恶 但是一定要相信 善良一定多于邪恶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即使世界变得再艰难 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都团结一心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电影哦